現在是半夜兩點多鐘 凍死我了 抗冰冰兩個都醒了 我早就醒了 我這實在扛不住了 這才打開燈的氣 我爸和我媽的 他不是這兩天不舒服 然後我說你倆睡樓上 我讓我睡平房 正晚上我也沒燒火 就忘了這事了 其實也沒有電視台的地方 冰冰涼的 就給我動醒了 我上半身穿的羊毛衫 下半身穿的秋褲 要想熬到明天早上 必須得燒火了 你看我多清醒 可不是醒了一時半會兒的 這實在監視不住了 才起來的 穿棉褲咱去燒火去 要想睡得踏實 就得勤快點 我們東北人 只要是平房都睡炕 別管是農村還是蓋邊子 蓋邊就是 城市的邊邊角角 那些大平房 取暖一是靠炕 二是靠火牆子 以前燒爐子 爐子通的是火牆子 炒坑就咱大鍋燒菜什麼的 他通的是炕 以前的時候晚上睡覺都用大鍋燒飯 燒菜 家裡養豬 還糊點豬食什麼的 那時候火燒的多 炕著熱火 這個就是給炕取暖的 炕裡面有沒有水 還有點水 刷碗的水 我燒火了 有水就不怕燒乾鍋 這個叫照坑門 你看他手剛剛不小心碰到灰的 下面放一個紙盒 一會兒引火用 木頭長又短 棕子 再兩塊豹子 把這邊豹子引火 不期待在家燒火 連引火東西都找不著 能變燒了嗎 木頭往裡放了 燒火經常熟 全都是炭黑色 別人燒火不會那樣 就我幹活有點蠢 經常會出現炭黑的狀態 我們家炒坑可好燒了 它有抽力 其實要燒炕的時候 最好把炒坑門給它剝彎上 但是這木頭太長 關上碗 它能保溫 還省彩虹 就一會兒炕就熱火了 現在 彩虹也少了 這得節省點手 花花的走 上來熱了 朋友們 上來熱過氣了 天哪 真快 這回踏實了 把咱背部弄好 今晚可以睡個安穩踏實覺了 我這一折抖還餓了 看看家裡沒有啥吃的 整點小酒 這個是肉 這是蛤蟆 我們叫哈士馬 這個是醬 這是肉蘸醬吃 這個是我爸60度的純粱小勺 你看它黃了 你看它黃了 好像裡面以前泡過什麼東西 但是把東西拿走了 接點喝點白的 整點60度的 我先把手機放下 這些 少喝點吧 咱喝完了再接 這味好香 這酒味好香 涼食酒真行 现在炕也烧的热热乎乎的了 小酒小肉也都上上来了 大半夜的 我说这个夜晚 假这个生活过得可真精彩 这蛤蟆 朋友们你看这酒 这酒它跟水颜色可是不一样的 它有点清微的粪黄 不是平常小招确实是好喝 熟悉的味道 你让我喝其他的高档酒 可能喝不明白 但是这个一喝 立马迷惑 我们东北话就要上厅了 喝一口酒第一句话味就变了 你们猜不到这啥肉 摩瓦帅 好久没吃了 这这肉配白酒 太爽了 这酒喝到胃里面立马就暖和了 不敢大多喝 好难道是没喝60度的 太刺激了 以前喝酒光觉得它辣 现在喝就觉得它香 觉得还是那个味 吃点酱 真香 这不敢多喝 这够劲 这个是蛤蟆 你们觉得看起来好吓人 那个 喝中烧人是喜欢 有营养 这才叫生果 看起来我腰很粗了吗 感个冒 不但没瘦 还胖了 腰俗了 吃了 再怎么失去味觉 都没影响我吃 真是公的 腿粗 很多男方网友接受不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接受不了 大人就圈让我吃了 告诉我 是里面纸才好吃呢 我看着紫黑不溜秋的 更不敢吃了 就那么圈了我好多年 好像我真正吃的时候 都已经十好几岁了 好吃 真鲜 吃点小时候是好喝 不常喝扛不住 辣 香辣 香辣的 这东西得会炖 你不会做 它就不鲜了 必须得用东北的大酱爆锅 放点辣椒 开下酒 离开家乡真吃不着的东西 猪平方挺好的 这起码这不缺吃的 你们家好吃全在这 而且还方便 不管你什么时候 把大锅盖一打开 上面弄个帘子 把菜往上一溜就行了 溜也是蒸的意思 这蛤蟆吃得紫不住了 我告诉你啊 母豹子 那才好吃呢 全是紫 就是生活 花多少钱 时间不了 你吃不着母豹子 可香啊 里面还带蛤蟆油 天哪 我们炖蛤蟆真的不去肠子 也不说开肠什么的 就这么炖 因为蛤蟆冬天冬眠了 肠子里面是干净的 也太好吃了 吃蛤蟆就是生母的 吃个蛤蟆就是蛤蟆油 太香了 就这一个蛤蟆 我能就拌碗酒 把这点都喝了 不敢再吃 都胖成这样了 已经虎背熊腰了 咱也吃饱了 糠也烧热乎了 摸摸下面 真烫 可舒服了 睡觉了 朋友们